昨天10月份两次见到羔羊 都是他坐在病床上 靠着呼吸机喘气 因为无法躺着睡觉 导致他睡眠不足 脸色憔悴 昨天上午 记者见到了手术后第四天的羔羊 此时的他已经行走自如了 对于羔羊来说 1月9号的手术是一次重生 而对于医生来说 这次手术风险极高 因为准备充分 风险被降到最低 减重代谢手术 仅用了两个小时 都没有录日一样 当他出来的那一刹那 心里面也非常的激动吧 因为进行ICO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 只能从心里面乞讨了 什么时候能行 我说我当天就能行 我说你不用害怕 其实我自己心里边 自己也害怕 不一定真爱意行不了 我还有好多美好的事情没做 但我相信我自己能行 看到羔羊苏醒的一瞬间 医生们哭了 羔羊也哭了 如释重负地哭了 医护人员普遍形容 他现在叫剑步如飞 而且对于他自己来讲 精神状态特别好 体重在稳步地下降 危机生命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他的睡眠呼吸斩停的问题 他的呼吸衰竭的问题 包括他的心动不全 逐渐逐渐 这种高血压等等这些问题 都在稳步的环节时中 希望在经过一年的一个修整期之后 我们会给各位观众朋友 贡献一个完美的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婚家长没穿呢 婚家长没穿呢 我还有好多漂亮衣服没穿呢 从来没穿过裙子 胖子又没穿过裙子 我要穿个漂亮裙子 穿过来 出去 就是